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啟事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事錄 我是怡婷 我是Shelly 今天第一次跟學禮出外節 感覺特別的青春洋溢 對 但今天風有點大喔 對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位於台北西門的西本院寺 在我們後方有一個非常漂亮 古色古香的鐘 而我們現在就位於鐘樓之上 但今天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跟我們的主題有很大的關聯喔 但是我先請問Shelly 你有聽過陳中木古嗎 陳中木古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是 早上超中 晚上幾古 但其實不是 是早上超中 後幾古 晚上先幾古 後超中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歷史上的軍事奇才 就是死在大宗裡頭 沒錯 這個人就是在歷史上 有兵先支撐的韓信 據說當時劉邦給韓信 下了五不死的保命符 然後五不死呢 分別就是見天不殺 見地不殺 見光 見銅 見鐵都不殺 簡單來說就是你放心啦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把你殺掉 天地光 紅鐵都殺不了他 沒錯 但是劉邦的老婆呂後 她也不是省油的燈喔 後來她想把這個韓信給殺掉 她就想說那我要怎麼避開 這五不死的原則 我就自己發明一個殺人的方法好了 於是她就把韓信吊掛在 向我們後方的鐘樓之內 接著拿這個竹竿有沒有 把它削得細細長長 把韓信給刺死耶 那這樣子呂會也太殘忍了 會不會以後想到大宗就想到韓信 有可能喔 但我們還是要先說 其實韓信在還沒當上大將軍 甚至還沒從軍之前 他算是有點鄉間裡面的問題少年 整天就是無所事事啊 在大街上融流連這樣子 遊手好閒的青年男子 沒錯 一直到他遇到他人生中 第一個貴人 這個人就是他河邊洗衣服的瓢木 當時這個瓢木就遇到了韓信 就開始跟他講了人生大道理 就說韓信你很有想法 不錯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要付諸行動 因為機會不可能會從天而降的 那韓信就宛如當頭棒喝 於是他就從軍去 據說韓信其實在後來 軍旅神崖中也有遇到他第二個貴人 大家有聽說過 成也蕭和 敗也蕭和這句話嗎 有啊 因為蕭和他就是讓韓信 成為了大將軍 卻又騙他入死局的人喔 那接下來的故事會怎麼發展呢 讓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的現代起訴 西文前196年的某天 華英侯韓信被蕭和 騙進呂後的常樂宮中 因為漢高祖劉邦為了檢除異姓王 這位功高震主的韓信 被以謀反罪列為低格整肅的對象 而劉邦把殺人的刀子交給了呂後 呂後要殺韓信 相傳雖然劉邦曾賜給韓信 有五不死的保密符 但呂後早就想好了對策 呂後將他綁了起來 用布袋懸在常樂宮的大宗下 讓韓信上不見天 下不著地 而且也用竹竿的尖端 將韓信活活刺死 並沒有違背用 建鐵器不殺的承諾 韓信的死另外有種更慘的說法 漢書刑法制 說韓信是遭到五刑 分別在臉上刺字 割掉鼻子 砍斷雙腳 淹掉生殖器 等淋虐之後再殺 同時還豬滅韓信三族 而劉邦會這樣不喜韓信 難道他真有謀反意圖 不過史料記載 韓信死前非常後悔 說他沒有聽他的謀臣 愷通之言造反 只因為他想當個忠臣 而被再臟的韓信 也許到此 還糾結著反與不反 回首這一生 若沒有劉邦 他的大將軍 也如幻影一般 西元前209年7月 由於情惡事無道 使得承盛無廣揭竿而起 折服於各地的六國之後 紛紛起兵 項梁項羽兵於江東 劉邦起於沛縣 在這樣動亂的年代 楚地懷疑有個落魄少年 喜歡整天在街上遊蕩 手中還拿著冰書 韓信千秦時代的那種 沒落的貴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身上都佩戴一把劍 那能夠佩戴在當時 是一種身分上面的一個象徵 所以他的個性來講 跟人家是非常不一樣 他某個內心的深處 是有著一種高貴的 高傲的一個特質 可是呢 沒錢沒地位的一個人 然後父母親又很早就過世 所以他常常就是無所事事 我們如果說他是 那個時代的魯蛇 那他真的就是魯蛇 古代人講求人窮至不窮 韓信卻是一個讓大家頭痛的少年 實際說他因為品性不好 不能被推薦去當個小官 他更不願意去做生意維持生活 只好寄居在南昌亭廠家中 可是每天到這個南昌亭廠去吃 他老婆就生氣 不高興 就覺得說有一個非家庭人口 跑進來這樣每天吃東西 也是又不給錢 所以他就乾脆就是煮飯的時候 提早三星半夜就煮好飯 然後全假人一大早就把飯吃光 等到韓信來的時候 想要吃飯的時候沒飯 韓信由於好事懶做 加上不知哪來的自信 常說有朝一日必出人頭地 靈人聽得多是白眼 但直到有天被為嫖母臭罵 點醒了他 身為沒落貴族的他 協議裡有著不甘被人看扁的傲氣 即便是流氓霸凌他 為了活命還是得忍下來 他雖然背一把劍 遇到一個體要比較快的 要打韓信絕對輸 韓信輸了可就命就沒了 因為當時戰國的 聽到大亂的時候 殺個人不算什麼東西 韓信可能很聰明 覺得我給你拚是沒有勝算的 不如我就跨下之路 另外實際司馬遷也記載 韓信賭信風水想要翻轉自己的人生 根據司馬遷史記記載 韓信母親死後窮到沒有錢來辦傷事 但他卻為母親找了一塊 又高又寬敞的墳地 要讓墳地四周都可以安頓萬種 那韓信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一來是晴漢時期講究風水 不會等閒逝之 所以當年司馬遷遊歷天下時 曾經特地來此地考察 確實如傳聞中的高場寬闊 在當地傳說 韓信藏母之後 就帶著自己心愛的佩健 隨項良從軍去 當時項良帳下有項羽陰部 攜持有楚懷王 是最有號召力的一方勢力 不過後來項良 被秦將張涵給殺死之後 韓信則是繼續跟隨項羽 待了約有兩年時間 坐到了執己郎中 執己郎中是幹嘛的 敬衛隊就是自衛隊 你拿個擠在那邊 執己當中 其實應該身材不是很高 整天站在項羽門外的韓信 不僅熟悉項羽的排兵布陣 更見證了今天動地的巨路之戰 項羽如何以四萬储君 大敗四十萬秦君 一心想求發展的 他不斷毛遂自見 范征這個人看韓信的時候 是覺得他有本事 所以他就推薦給項羽 可是項羽 自己本身就是非常有本事的人 所以他沒有太注意這個 到底韓信要擺他到哪一個位置 而且他說些什麼話 言不聽 記不從 因為他不算是一個角色 韓信為何懂兵法 這個問題一直為很多歷代史學家 非常好奇 為何韓信會懂行軍帶兵打仗 他到底是拜何人為師 他應該是有學一些 像是比較不同於國異骨子的兵法 有人說是未療兵法 可能是符合韓信的說法 當然還有孫子孫武 那個時候很多情況 韓信可以接受 但是有人認為說 韓信之所以打仗能夠打這麼透徹 能夠在政法 兵法上面 像石面埋伏 或是緊進之戰的時候 背水一戰 能夠這麼的勝利 應該是從未療子學來 而當笑語進入咸陽 坑殺請想兵二十萬大分諸侯 分改了劉邦三萬兵 要他入漢州 劉邦依張良的計畫 入南鎮時撒毀戰道以防被偷襲 並且向向羽示弱 此時的韓信認為 留在向羽這邊沒有前途 西元前206年投奔劉邦陣營 韓信當初投靠漢軍之時 僅僅當個蓮傲的小官 地位並不比在 向羽陣營中的郎中高 那蓮傲到底是什麼樣的官位呢 有人說是管理良昌的 第一級官吏 韓信在漢營當兵 並一直想盡辦法潘關熙 要閃述自己的用兵之道 但是像這樣的人 每天在軍中多的事 所以根本沒人理他 直到這一天 他犯了軍訪要被處死 他曾經因為涉及到一些 公務人員操守的問題 他們一夥人被抓 十幾個 他一夥人被抓以後 就被治罪砍頭 前面十三個都被砍掉了以後 要砍到他 砍到他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大講說 現在不是重要的關鍵時刻 用人的時刻嗎 為什麼要殺一個勇士 因為這樣的呼聲 讓當時的那個夏侯英 夏侯英跟劉邦關係很好 他是幫他去駕車的 然後夏侯英聽到以後呢 就覺得說這個人特別 就把韓信的命給留下來 死裡逃生的韓信 當上了智宿都尉 不過他並不滿足 但是剛好業務上的關係 他與蕭和有了接觸 蕭和與他數次談話印象深刻 韓信以為他會幫忙推進自己 但依舊沒有音訊 深感懷彩不遇 趁黑夜逃跑要另命閒主 劉邦的成相 蕭和越下追韓信 因為蕭和跟夏侯英 他們跟這個韓信都談過 都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人才 是很可用的 尤其蕭和非常非常的肯定他 蕭和把韓信追回來 還說動劉邦要封韓信為大將軍 但劉邦是死也不可 不過劉邦看到蕭和提出保證 韓信能助他稱王 最後選擇給韓信機會 並且登壇敗將 蕭和用什麼字眼來形容韓信 用國事無雙這四個字 你要用這個人 要用登壇敗將的方式 而且是你要來見他 你要極盡你的這個禮貌 禮賢下世 這樣才可以請得動他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就是一個 默默無名的小子 你要讓底下的人 能夠信服 讓底下人能夠信服的話 就是你看我追隨著大王 都已經是這樣子禮賢下世 對他那麼恭敬 那我們還能說什麼 大將軍韓信分析大事 讓劉邦汗言頭頭稱事 但韓信不光只是點出問題 他是真的提供劉邦稱王的戰略 就是滅三秦東出關州 他說三秦這個地方 只要你一句話 其實就平定了 因為項羽帶兵打仗的時候 是燒殺魯略 可是劉邦進入賢陽城 是跟父老約法三章 殺人則死 所以你只要一封書信到達這邊 這裡的父老一定支持你 一定是打勝的 沒有敗的道理 所以劉邦後來聽完 這個韓信的分析就講說 你分析得這太好 我跟你相見恨晚 終於韓信的時代來了 在項羽分封諸侯後不到一年 西元前206年8月 齊國發生內亂 項羽親率储君北上鎮壓 韓信勸劉邦趁此良機 進軍關中 當時被項羽封在關中地區為王的 秦朝祥將張涵等人 一聽到劉邦敗名不經見的韓信為大將 都覺得很好笑 那他們不知道的是 其實韓信另有打算 打算暗渡陳昌 那韓信為什麼選擇這一個地點呢 一來是陳昌位於南鎮 咸陽三地所形成的等腰三角形頂點 如果能夠先一步進入陳昌 等於繞到張涵等人軍隊後面作戰 而張涵潰敗之勢 一發不可收拾 第二年六月韓信發起了 對張涵的最後一擊 而他也並沒有急著強攻喔 在詳細考察地形之後 認為水攻對於地勢險要的廢丘 是最佳對策 也因此飲水灌成 這一罐廢丘城破 從韓信登壇敗將短短不到三個月 就打敗三秦收復了關中 接著西元前兩百零五年三月 劉邦率領各路諸侯大軍 共五十六萬人 趁項羽率大軍北討齊國之時 一舉攻入項羽的國都蓬城 雖然劉邦打了勝仗 但被勝利沖昏頭進城之後 大肆享樂 純久美人讓他流連忘返 快點 眼見蓬城被奪項羽國正是霸王 面對五十六萬諸侯聯軍 項羽直領三萬兵 靠膽殺回去 結果劉邦五十六萬聯軍 被項羽打得落花流水漢軍 帶走於水水上被储軍驅趕下河 淹死十萬人 連劉邦本人都差點被項羽索羽 劉邦率領五十六萬大軍 看起來聲勢浩大 可是劉邦本領最多不過能夠指揮 十萬人 這一次一口氣增加到五十六萬大軍 實在遠超乎他能力之外 但這時韓信到哪裡去了 實際上並沒有說 只記載韓信復收兵 與漢王匯於行陽 此舉替劉邦奠定日後 東山再起的機會 蓬城之戰後 劉邦把平定三秦 好不容易增來的本錢 全部都給賠光了 五十六萬大軍所剩無幾 而原本投向劉邦的盟軍 不是在此時叛漢歸楚 就是重新脫離劉邦的控制 眼看情勢危急 韓信在此關頭奉命前進榮陽 與劉邦會合 而韓信的到來迅速立竿見影 因為他把戰場上的劣勢瞬間扭轉 將储軍破於金鎖之間 其中破魏王豹 韓信創了兵法上的特例 由於魏豹非常投機 看到劉邦捧城大敗 立即叛漢投儲 劉邦八月任命韓信為左丞相 率兵即位 那魏豹所在的這個地方叫安邑 那你要去打安邑的時候 他的打法 因為這邊靠近的是水域 要打水戰 那打水戰的時候呢 韓信用七敵的策略 他就先在部隊裡面 把所有的船隻都集中在那裡 讓人家看到說 我的船在這裡 我要對你展開這個正面的攻擊 反正船都布滿了 在江河之上 可是這是假的 因為他真正的主力呢 他是又另外去坐了船 真正的主力人員 就靠這個東西去偷渡去騎襲 這樣一打 就到了這個安邑的這個後方了 繞過去以後 你魏國真的就措手不及了 天降神兵啊 我以為你在前方 你的船都在這裡 會以為說錯判說 他的主力在這裡 來打贏了魏豹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是很活用軍法的 打敗魏豹之後 韓信率軍又擊敗戴國 西元前204年 劉邦命韓信出兵攻打趙國 沿著太行山的一個關愛 緊刑口出兵 這場仗對韓信來講非常不利 因為趙國是主戰場 趙軍一意待勞 而且劉邦只給韓信三萬兵 要他去打二十萬的趙軍 另外趙國主帥陳瑜 底下有位名將李左軍 更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那貝水一戰的時候 其實韓信對付的 並不是一個小趴 他對付的就是 戰國時期 趙國大將李末的孫子 就李左軍 趙國的兵有二十幾萬 很多 那韓信這邊帶了三萬精兵 不管是精兵或怎麼樣 就算特朗部隊好了 你就三萬 所以當時趙國的陳瑜 就想說 我一人吐一個口水 把你吐死了 當時趙國的謀臣李左軍 主張將韓信的部隊 逼到井行口 那趙軍則升勾高壘堅守 只要不與漢軍正面交鋒 就可以保德無餘 那於是 再派三萬精兵繞到底後 去切斷漢軍糧道 就可以使漢軍糧運不計 必可取勝 只可惜 這麼優秀的戰略 居然沒有被採納 韓信在貪名陳瑜 不用理所居的計謀之後 加上陳瑜想要活蹤韓信 於是就趁他的意 他先命凡快 挑選兩千親戚 執行秘密任務 而且到了半夜 韓信還特別發餐 給將士們吃 說等到明天早上 命了趙國再跟大家聚餐 大家聽得 簡直像是天方夜談 但人家是大將軍 也只能說諾 後來隔天一早 韓信就命大家度過棉河 擺下備水鎮 引誘趙軍出擊 韓信知道兵也怕 三萬對二十萬 不要說從前 現在也怕 所以韓信當時就備水鎮 備水鎮其實 那麼像是成語嘛 就是真的是完蛋到點 韓信知道決兵 你習你怕 不如我們備水鎮 讓兵覺得自知死地而獲勝 天才剛亮 韓信就引大軍到警刑口誘敵 那當時趙國的成語 一見漢軍過來 連忙指揮趙軍開營出擊 那兩軍交戰沒有多久 韓信一看 時機成熟 便揚敗引大軍 向備水陣營後退 而且為了達到六敵的目的 他還把自己的統帥旗幟 通通都給丟掉 那成語一看 下令趙軍全數出擊 那這一出擊 贏在盡空 御服的兩千祭兵 趁機攻入趙軍空營 騙插漢軍紅旗 那另一方面 漢軍退到河邊 因為備水而戰 無路可退 人人搖緊牙關拚命啊 那雙方施殺半日 趙軍仍然未能獲勝 於是決定退兵 那知道退到贏在之前 才發現自己的營在 早已擦滿漢旗 那趙軍一見 以為漢軍已經抓到趙王 軍心喚散 隊形立刻大亂 江邊的漢軍置之死地的後身 以瓦其中 殺的趙軍失衡遍野 主帥成於被殺 趙王趙歇被俘 但韓信頒布了一條命令 就是要活出對方的主將李左軍 贏了之後 他沒有殺這個李左軍 他反而懸賞找李左軍出來 如果被抓到前面的時候 韓信反而把李左軍 當作是克勤 一個很好的克勒 這個韓信也是大將 這兩兵名將 這兩兵一見面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智慧插狀出來 然後韓信附下都問他 為何兵書上寫 背水之戰是危險呢 然而將軍 卻能打得如此精彩 韓信說 置之死地後身 置之王帝而後存 他就是活用兵書 年輕的時候 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人有多少的本事 只知道他在那邊 接閒話 也不願意跟人家講話 但其實他對軍法 軍事上面的這些東西 非常的鮮熟 我們也可以相信就是 他在年輕的時代 不是真的那樣的無所事事 其實我們剛才前面 都有講到韓信 一開始實在 項羽的陣營裡面 但是是因為 在項羽陣營裡面 不受到重用 所以才轉頭靠劉邦 那他更替劉邦 擬定了智三秦的 奇謀祭的舉兵出關 而在征戰的整個過程當中 也相當的順利如日中天 所以這韓信 其實蠻厲害的 蠻會打仗的 但是他對於劉邦在行陽 被項羽困住的時候 卻沒有出手相救 讓劉邦氣死了 奪走他的兵符 再派他到齊國打仗 這時候韓信他手上沒有兵 卻可以再為水一戰大勝 那他真的滿厲害的 那這韓信是不是 也是有一點白目啊 如果今天你有仇於我 傳來給我 我還已讀不回 你會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就走了 好…開玩笑… 那其實呢 這韓信有一點小小白目的行為 會不會是 劉邦日後想要殺掉他的導火線呢 我們一起在影片裡找答案吧 去吧 後來劉邦缺良 始終等不到韓信來救 為了脫身 抓來兩千婦女 穿上士兵的鎧甲 推出去打刀 又讓將軍季姓冒充自己 向項羽投降 他趁機帶幾十個隨眾逃跑 項羽則是在後一路追殺 劉邦最後在成高陷入了 密權一線的大危機 由於遲遲都等不到韓信出兵相救 劉邦決定自己奪兵權 他就假稱說他們是漢朝的使臣 然後就趁著跟韓信一起作戰的 張兒還有韓信 他們早上都還沒起來 車子就開過去 開過去以後就馬上拿走他的這個兵符 古代作戰的時候 你要去拿這個兵符去調度部隊 兩相符合才可以調度 就把他的這個官印啊 兵符就拿走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 他需要去跟這個項羽去作戰 他要去調度這群人 反正你已經都打完了 你也很厲害了 另外一個就是 我也不怎麼信任你 你的軍權不可以在這裡 這裡的話會造成對我的威脅 實際強調漢王德韓信聚 司馬遷肯暗示 劉邦非常不爽韓信 沒有出兵相救 相較寄信為了救他 假扮成自己 最後慘遭項羽所殺 然而韓信卻是臉作為也沒有 所以奪取兩人兵權後 可以明顯看出 他命令張兒防守趙帝 命韓信為國相 讓他去收集趙國散兵 攻打有七十多座城城的齊國 簡直是要他的命 收集散兵之後 此時韓信領兵向東進發 還沒有渡過平原京 這時劉邦竟然設下一個局 他另外派稅客利益機到齊國 進行遊說 劉邦想說不用太多的兵力去打的話 你就能夠打下來 那也很好 因為利益機去遊說他 這個田廣認為說 謀核的可能性很好 所以他願意 後來密探報告說齊王已經歸順 韓信打算停止進軍 但他的智囊快通卻韓信萬萬不可 人家靠一張嘴七十二城池就拿到手 你拼得半死五十幾個城池才到手 到時候你這功勞怎麼分呢 怎麼算呢 底下的士兵怎麼去安撫呢 反正你也沒有接到這個劉邦的命令 要你停下來 那你就繼續不管他 等於也沒有抗命啊 沒有接到命令啊 你就不管他 你就執行劉邦先前的命令 就去打 於是韓信才款頭計策 率軍路過黃河 因田廣洩除對漢軍的防備 韓信很快就打到了齊都林茲 齊王認為被利益機給出賣了 要把他煮來吃 可憐的利益機因韓信而死 後來田廣逃往高密向楚國求救 項羽派大將龍鞠率領兵馬 號稱二十萬前來救援 打齊國之前 其實韓信先去光打趙國 已經打得很累 因為打趙國的時候 是兩萬對上二十萬 休息時間是不夠的 但不夠的情況之下 又得打 如果有一些助力幫助你的話 是更好的 他想到的其實就是白齊 去打楚國的時候的那個方法 他先知道說哪邊有條河 因為他那時候跟齊國對峙在河 所以他在河的上游 就攔了一個壩 他就叫士兵去挑那個沙包 幾萬代的沙包去攔去做 做成了一個壩 那做成一個壩以後 拿這個壩做什麼 就去攻齊國的部隊 怎麼樣的攻法 就是前面牽頭部隊先去攻 攻了以後馬上敗 就是逃 逃到後面去 那你逃到後面去 齊國就認為說我要趁勝追擊 結果趁勝追擊的時候 渡江趁勝追擊的時候 就把這個壩給絕體 絕體以後 你所有的渡江的這些士兵 就全部淹死了 就死傷殘重 宋代學者陳亮 就稱讚韓信氏 用兵古今一人 而明代學者毛坤 也說韓信氏兵先 龍居暫死後 韓信陸續攻佔齊帝 西元前203年 韓信以齊帝民心慰穩為由 自請為假齊王以便治理 我這被圍 我讓他增援他不來 現在管我要假齊王 什麼意思 結果搞得劉邦就很生氣 因為他這邊需要的是部隊 來趕快來幫他脫困 你這邊你又想要當假齊王 這不是有點好像在敲竹槓嗎 在要挾他一樣 可是後來張良跟陳平 就用腳去踢他 就去提醒他 因為那時候死者還在旁邊 然後這個劉邦馬上就會議了 他就說當什麼假齊王 混蛋 沒出席 你要當你就當真齊王 很多學者認為 假齊王事件成為劉邦日後 殺韓信的要素之一 但項羽這方也看到用兵如神的韓信 有功高正主的一面 於是派人遊說韓信 希望能反叛劉邦 進而三分天下 項羽曾派謀示武色去做說客 那武色對韓信說 今天楚漢相爭 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投楚則楚聖 投漢則漢聖 但如果項王滅亡 漢王接下來就會對付您了 您和項王有救 何不叛漢歸除來共享天下呢 那當時韓信聽了解決說 當諸我侍奉項王多年 不過當個小小的郎宗 我的建議沒有人聽 我的計謀沒有人用 所以才會離漢歸除 雖然韓信拒絕項羽 但他的謀事淮通 早就察覺到 劉邦早已不滿韓信 卻韓信得自立為王 以免遭不測 韓大將軍 今天你的軍隊 你的實力 你的智力頭腦 可以在劉邦項羽 與你之間三分天下 不管怎麼樣 有籌碼在手上 可是當時韓信 並沒有聽這個淮通的話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劉邦對我這麼好 我不應該背叛劉邦 那淮通跟他說 大丈夫不是這樣想的 應該在趁機就要做這個事 可惜淮通的講話是對的 但是韓信並沒有聽 怡婷你要不要吃誠實豆沙包 我們剛才不是在吃完午餐嗎 你怎麼這麼快要肚子餓了 還是你把我們這個歷史節目 當美食節目在做 不是啦 你知道嗎 韓信他的智囊淮通 曾經一直力勸他說 就是你要自立為王 但是韓信他總是說 劉邦對他有恩 你不覺得韓信 他就跟吃了 橙汁豆沙包的我一樣 這樣很忠厚老實嗎 其實啊 韓信好像不是你想的這樣喔 因為他後來他 其實他嘴巴講的 跟他實際的作為 都不太一樣 因為他像是當初呢 這個韓信 在著名的 改夏之戰的起初啊 他其實是沒有出兵的 導致劉邦起初吃下了敗仗耶 那這樣韓信聽起來 心情有點重 他到底想做什麼啊 其實他的智囊淮通 我們就曾經說過 韓信呢是一個直東打仗 更是不懂政治的人 那到底這個韓信呢 他是被冤枉的 還是他真的有野心呢 話說 細緣前20308月 储軍梁靜被迫與劉邦議和 雙方以鴻溝為戒 但狡猾的劉邦毀約 出兵追擊東歸的項羽 劉邦有40萬軍隊 約齊王韓信 未向彭越三方一起聯合攻處 但這兩個人卻都不來 劉邦自己的40萬大軍 被項羽打得落花流水 當時的諸侯王都不來救援 一開始的時候都不來救援 那為什麼 因為要談條件 我要拿什麼 我要拿什麼 條件談妥了才會過來 就是那個時候的一種 像是分贓一樣 眼見漢王劉邦不是項羽的對手 張良告訴劉邦 就算彭越跟韓信他們的意 封彭越為梁王 把華英儲地封給韓信 他們就來了 來...齊王請起 劉邦終於盼到韓信出兵 但為了打贏項羽 他還是得忍住運氣 讓這60萬大軍交給韓信指揮 把10萬储君團團包圍在該下 他自己自率30萬大軍為前陣 來正面迎擊储君 劉邦則率大軍為中陣 而且各部將還各算一部為左右後軍 然後不只如此 還派櫻部跟彭越 率軍到储君側後作為籤子 而這樣的一個部署的特點是 正面強大 可以有效惡阻項羽的正面突破 實際來是十面埋伏陣 他知道項羽本身是很有猛的人 他的軍隊其實也不差 像龍軍 鍾離妹他們都是猛將 猛將太多的軍隊適合打短戰 就是一下子 像他們說我們跑步一樣 一百公尺跑得快 一萬公尺就不見得了 所以韓信什麼辦法呢 就派軍隊一層一層的包圍項羽 他用十面埋伏慢慢消耗項羽的勢力 項羽被漢軍四面包圍無路可退 而韓信也沒有進行猛攻 他只是把楚軍包圍起來 而且要迎中會唱楚歌的人 一起唱楚歌 去消耗項羽的鬥志 這也是後來四面楚歌成語的由來 楚軍最後整個大軍潰敗 尚與烏江自吻 劉邦成王後 對於韓信宮崎 害死利益姬並自立賈棋王 甚至該下之戰不出兵等事 一直耿耿於懷 於是發兵奪取韓信兵權 並改封他為楚王 像在這個打齊國一樣 他也是這種率領和很多人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那種速度 把他的兵服 把他的官藝給拿下來 讓他沒有這個軍權在身 童心分王以後呢 他把他分到楚國 那楚國他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異地沒有後代 所以如果你來當楚王 這樣是非常好的 是很恰如其分的 但兵權已經被收回去了 韓信回到故裡其實還有些開心 他感謝之前那些曾經幫助他 或是羞辱他的人 比如說找到那個漂母 就給他贈以千金 所以就是一販千金嘛 這個故事 找到了那個南昌亭長 就給他一百錢 為什麼是一百錢 因為罵他就是說 你這個人好事都只做一半 你是個小人 所以就是給他一百錢 那找到當初 欺負他的這個無賴 找到他以後 讓他當中衛警察首長 那樣的一個角色 韓信以為在楚地能平淡過火 但劉邦還是不放心 一直怕韓信會起兵造反 這時陳平現出一跡 那陳平跟他講說 你不能打啊 你打就得逼他造反 你逼他造反 那號召武力之後 你打得贏他吧 後來劉邦就想我打不贏啊 因為他真的很會打仗 他懂得怎麼打仗 所以陳平就跟他講說 你不能夠用這種正常的方式 但是要如何給韓信安查個罪名 劉邦用天子尋獸的名義 因為有人告發楚王韓信謀反 因為昔日向於手下大將 鍾黎妹逃到楚國 他與韓信之前就是好友 劉邦要抓他 但韓信卻是派兵保護他 此時有個謀士憲策說 殺鍾黎妹向皇帝告罪 皇帝一高興一定就沒事了 那韓信因此跟鍾黎妹商量 那當時鍾黎妹跟韓信講說 皇帝之所以不敢攻打你 是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 如果你今天真的殺了我 沒有多久 你也會步上同樣的後塵 那韓信不相信劉邦會這麼做 所以鍾黎妹大罵韓信愚妹 自吻而死 後來韓信帶著鍾黎妹的人頭 向劉邦告罪 劉邦得鍾黎妹首級並不領情 依舊派人捉納韓信 韓信大喊 狡兔死兩狗烹 高鳥盡兩攻藏 劉邦聽了之後 並沒有殺韓信 把他降為懷猴救進看管 但這時傳出晨熙起兵造反 這個黛王也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他常常跟韓信是有來往 有書信來往 那韓信有時候也會發一些牢騷 就覺得說 你們哪一個人功勞比我大的 現在每個人都爬到我頭上 你們算什麼東西 就發這種牢騷 發這種牢騷 有這種書信往返以後 後來陳希造反 他就被視為是造反的人物 有一種說法說韓信願意 當作像內應一樣 在京城裡面來呼應陳希的造反 劉邦率兵前去平亂陳希 呂後為了殺韓信 請蕭和前去 未報陳希已死 把韓信叫過來 怕韓信不聽他怎麼辦 那誰把韓信能夠捧為大叫蕭和 所以就叫蕭和叫韓信過來長安宮 韓信行事磊落 何來謀反 你真是目中無人啊 殺 韓信之所以去世也是因為兩個人 一個是生死一知己就是蕭和 還有就是那個什麼存亡兩婦人 一個是在河邊洗衣服的那個 我爸上就給他吃飯 另外就是女后 劉邦對韓信的死是且喜且憐 喜就是我終於把心頭上的這個危害給除掉 連是這個人真的對他很有貢獻 漢朝的天下能打下來 這個韓信的功勞是不可沒的 我們常常說韓信的一生就是生死一知己 存亡兩婦人 如果當初韓信沒有在河邊 遇到洗衣服的嫖母當頭傍賀的話 或許他就不會從軍打仗 那後面在軍旅生涯中 如果也沒有遇見蕭和的話 或許他也不會成為大將軍 沒錯 韓信他成為大將軍 本身自己要有一些智慧跟謀略之外 還必須要有天使地義人和 怡婷 你不覺得很多機會 是要自己創造的嗎 沒錯 雖然說韓信的故事 最後不是Happy Ending 不過我覺得結果不重要 過程比較重要 大家聽了韓信的故事 是不是覺得要趕快動起來 不要坐等機會從天而降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身邊 都有這樣的一個飄木 可以當頭棒喝 如果你有任何的啟發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請按讚訂閱 請按讚訂閱 請按讚訂閱